今次的题目呢,它就给了一个条件给我们啦 就是这样的条件,然后呢,就要我们找 A-B-C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得这个条件,我们由这个条件出发啦 看看会不会找到关于A-B-C的显示 首先,我们整理一下,条件给出我们的条件先 整理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变成这样的形式 这个就是14A的平方啦,这个呢,也是一个A的平方 因为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双减之后 将这些东西,解完它,然后全部返回来 就会有一条这样的颜色,就是13A的平方 加10个B的平方 再加5个C的平方 这个东西,减4个AB 减12个B-C 再减6个AC 这个东西呢,就等于0了 那,然后呢,下一步呢,这条题目 其实想考我们呢,就是看一看 究竟这一条颜色 之后可以怎样做啦 那,这里还有一个trick 那,我们看到,嗯,13啊,10啊,5啊 那这些数有什么共通点呢? 那,这些数呢,其实全部都可以写成是两个平方数的和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那,这个5呢,就可以写成,一个是4啦,一个是1 那,4呢,也就是4个C的平方啦 那,1呢,也就是一个C的平方 那,可以,每一个都可以这样拆的 那,5就是这样拆啦 那,10的话呢,就可以写成9和1啦 那,13呢,就可以写成9和4啦 那,那之后呢,我们利用这些-4啊,-12啊,和-6来做henz呢 那,就可以帮我们,因为是一个二次方程的嘛 那,所以我们的最终目的呢,都是想把上面的这条色配方的 那,那,讲到配方,又给你系数,还讲到这些 A评,B评,C评,要怎样拆啦 那就很简单啦,接着下来 我们就是,要把它配合这些系数 将它砌到砌砌了 那,砌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颜色 就是4A的平方啦 那,这个就是中间的砌砌了 4AB加B的平方 那,再加第二九 我们用这个9A的平方 9-6AC,再加C的平方 那,然后我们还有,就是9B的平方 那,减12个BC,再加4个C的平方 那,这个东西等于0啦 那,那之后,都不用怎样说啦 既然它们三个东西都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当然,下一步就是把它写成一个完全平方数的形式啦 那,就是2A-B这个东西的平方 再加上3A-C这个东西的平方 那,再加上3B-2C这个东西的平方 那,就等于0啦 那,又是我们今次的这个讨论啦 那,今次这条式呢,就会写成 3个平方数加上等于0 那,我们知道呢 那,每一个平方数,我们单独讨一下 就是我们掩住,右手边这些东西来看 那,我们只是讨论这个平方数 那,每一个呢 都需要大个或者等于0的喔 那,第二个又是呢 第三个都是的喔 那,三个东西 都是正数或者0啦 那,简单点,如果在一起说呢 那,就是三个非负数 加上一齐,要等于0的话呢 那,也就是间接夹了这三个东西 都要等于0啦 那,其实这个discussion 不是第一次啦 那,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飞快些些 那,我们分别就会有 2a-b这些东西等于0啦 3a-c这些东西等于0啦 和3b-2c这些东西等于0的 那,既然我们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集合组合啦 那,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摇身一边 就化成一条这样的式 就是b等于2个a啦 那,c就等于3个a啦 那,可以这样表达啦 那,然后 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些东西啦 那,我们之后 最后最终的目的啊 那,我们要找a-b-c 那,应该不难啦 那,所以呢 我们得出来的最终结果呢 就是这个啦 a-b-c呢 就等于1-2-3啦 那,1-2-3就是这一条的提解啦 再提多一条呢 那,那,我们今次的题目呢 那,就有这一条这样的议次方程啦 那,那,我们看一看可以怎么做啦 那,那,这一条是关于x y-d以及y的议次方程啦 那,那那,为什麽 当我们大家可能学了很多其他新的解析的方法 然后就可能忘记了需要配方 其实这一条的做法就很简单的 这一条我们有六个term 其实都见到突突陷的了 我们见到例如在右手边这三个东西 我们如果熟悉 已经配方配到滚瓜烂熟的朋友 应该可以看得出 这个是一个完全的平方数 这一块 剩下当然这三个可以打龙通 那怎样打法呢 很简单就是group了它 我们可以抽一个3x的平方出来 所以第一个东西就会变成1 之后这一块东西就是4y 最后这一块东西就是加4y的平方 然后这一块东西可以照版主玩 暂时可以不用移动它 然后下一步会变成怎样呢 这一条式就可以写成3x的平方 乘以2y-1这个东西的平方 再加上由于我之前说过 右手边这三个term 就已经可以group了一个完全的平方数 所以这一块东西就是y-2这个东西的平方 等于0 我之前说过了 今次的题目也是这样的 x和y我们要解释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平方在这里 对不对 首先我们要讨论就是一个任何数的平方 一定需要大个或者等于0 平方又是非负数 这个又是非负数 我说过了 如果就算是一堆非负数 乘以一个 首先我们要讨论 今次的非负数就不仅是一个非负数 前面会有一个系数 遇到系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讨论一下这个系数 是否大过0 今次这个3是正3 这个正3就是系大过0 因为3是正数 只在一个正3前面某一个符号 简单了 之后的事情容易办了 所以第一个term 整个东西是一个非负数 第二个term 都是非负数 然后手掌眼见功夫 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term 就一定会是等于0 3x的平方乘以2y-1 这个东西的平方等于0 然后呢 右手边我们会有y-2等于0 所以解到出来的话 我们要解x和y x很简单 那么 y这个东西 y-2等于0 那就是y这个东西等于2 然后 我们代用y等于2的情况 下去这一边的话 那就是 这一东西今次不是等于0 那么 y等于2 那这一东西就变成4 那这一东西既然不是等于0 那但是成员出来又是等于0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x的平方等于0 也就是x等于0 那么 那固定在一起呢 将这个固定在一起 那 那 就是寫得英俊一点 那所以呢 我们会有这个x等于0 这个y等于2 那就是今次的提解 x等于0 y等于2 那就是这么简单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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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来